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金骑士队的封线队员马克思通 单刀附会接队友抄劫后妙传 率先攻入一球 随后两队加强进攻分别绞出了7次和8次射门 且就在拿下一分得点之后 对阵双方便开始了全体上压大战术 不止经常在球门前出现大混战的场面 且两队的队员之间肢体冲突不断 但黄金骑士队虽然实力更胜一筹 第一节下半段 黄金骑士队在对手门前2打4 在球门已经几乎被对方的防守球员封死的情况之下 还是利用了黑豹队的漏洞完成了一记非常艰难的进球 黄金骑士队则带着2比0的比分优势进入到第二节 然而黑豹队在本场比赛的进攻上 虽然屡屡受挫 但是也有世界级别的发挥 在第二节上半段 黑豹的进攻球员 Ike Blood在右翼进半场附近抽冷射入死角 为黑豹打开局面 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 黑豹在随后的比赛上 被黄金骑士放进了7例进球 让比赛早早进入了黄金骑士队的表演赛 换句话说 黑豹队在第二节下半就已经提前缴械投降 关键评论部分 本场比赛 黄金骑士队共有7名球员得分 其中为球队祭出开门红的马克思通 则在本场比赛完成了帽子戏法 且随着中场哨声响起 黄金骑士队也结束了一个传奇的赛季 不只从常规赛以来 就一直高居太平洋赛区的榜首 常规赛总积分111分 且面对成军仅6年 就能捧起石坦立碑 这对俱乐部全体成员与球迷来说 都是一个最好的回馈 值得一提的是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 黄金骑士夺冠 也为赌城拉斯维加斯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 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育特别人关键 接下来把时间交换给棚内